坐在椅子上享受專人修美的服務 只要一百元深受學生小資族喜愛 這家修美店就位在人氣超夯的 台中益中商圈 但有民眾爆料 店家站在旗樓懶客 禁店後用話術推銷護膚產品 爆料民眾說他在2月28號 花了8萬7500元 又在6月3號花了12萬9500元 兩次總共消費21萬7000元 全都是刷卡分歧 購買的產品包括卸妝油 精華乳等護膚品 事後想終止合約 卻被店家拒絕 而這家修美店先前3月 就曾爆出類似修分 當時就有5名大學生受害 利用修美服務瘋狂推銷護膚產品 記者實際回到這家百元修美店 他們拒絕回應 不過店內還有其他客人 店家直接拉下鐵門 附近民眾也透露 修美店換了好幾次招牌 疑似是因為消費糾紛 女生就叫他去修美 他身上的五六百塊就都被騙走了 訪問交易不是一個違法交易 但是消費者擁有7日無條件 解除7月的權利 今年1月至今 這家百元修美店 申訴案件就有11件 修美辯護膚 扮強迫的推銷手法 民眾消費的不情不怨 最終投訴消保官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